应诉赴美电书不担心!吴敏轩,我们像情侣一样。 吴敏轩,拐拐将担任还亚美神大赛台湾赛剧评审。 图记者林百年社,2018年4月2日。 吴敏轩,拐拐许蒙锡金,2日出席环亚美神大赛,两人穿住货辣,一现身就成为全场焦点。 其中吴敏轩18岁儿子在美国德州电书,问及有无关注孙鹏,敌因儿子孙安佐,因为玩笑话被逮捕一事,他表示,我真的觉得大家要给他们撕联的空间去处理,毕竟是家无事,真的都很心疼他们三个人。 也说目前没有传讯关心,认为他们现在需要安静地去处理事情。 吴敏轩表示每个男生都会喜欢枪类的东西,儿子也是,笑说,总不能叫他们去玩羊娃娃,因为美国买枪也是合法的,但美国在枪的管制上,也要好好控制。 吴敏轩说不担心儿子变坏,因为儿子电书的地方比较偏僻,也没有要求儿子一定要第一名,只希望他平安长大。 吴敏轩也透露儿子跟他一起健身,有代表学校参赛得到铜牌,直呼非常为儿子开心。 吴敏轩将担任黄亚美神大赛台湾赛区评审。 吴敏轩将担任黄亚美神大赛台湾赛区评审。 图记者林百年社 2018年4月2日 吴敏轩为了工作非常判命 忙到都没时间去看儿子 问及如何与儿子联系感情 他笑说 我们都用微信聊天 我们就是像情侣一样 都会分享自己的事情 吴敏轩也会问儿子有没有交女朋友 相当开明 更会教导儿子如何穿搭吸引女生 但儿子则笑说 谁会喜欢我啊 不难看出母子感情极佳 提及吴敏轩日前遭诈骗近900万元 如今金钱难以追回 对此他无奈表示 我本来就没有想拿钱回来 只是想要个公平正义 但台湾的法律就是这样 问及儿子有没有关心 吴敏轩则说 他就会说 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坏人没有被抓去关 坦然对台湾司法很是无奈 吴敏轩 拐拐将担任环亚美神大赛台湾赛区评审 吴敏轩 拐拐将担任环亚美神大赛台湾赛区评审 图记者林百年社 2018年4月2日